70岁的人,血压要不要降到140、90毫米拱柱以下呢? 到底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有人说老年人的血压可以高一点没问题 如果老年人有高血压,到底是控制在140、90毫米拱柱以下好 还是可以到收缩压在160毫米拱柱左右呢? 高了对健康有没有危害? 今天呢,我分六种情况和大家讲清楚 首先呢,说一下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 由于老年人有动脉中央硬化比较明显 血管的硬化呢,会导致收缩压升高为主 会出现单纯的收缩器高血压 就是高压高、低压正常或者偏低的现象 同时呢,会引起高压和低压的差值 也就是脉压增大 老年人的高血压呢,波动比较大 由于血管的弹性差,血管的反应性差 容易出现提味性低血压 当老人从卧位突然站起的时候 会由于血压一过性偏低,引起脑供血不足而衰倒 由于老年人的昼夜节律性比年轻人差 夜间的血压降低不是很明显 老年人的合并症较多,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针对老年人的这些特点呢 我们在降压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 第一种情况 如果老年人身体健康 没有其他严重疾病 对于高血压的控制 按照指南要求 最好控制在140、90毫米拱柱以下 第二种情况 对于65到79岁之间的老年人 最好能控制在150、90以下 如果能够耐受呢 最好能够控制在140、90毫米拱柱以下 第三种情况 如果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最好控制在150、90毫米拱柱以下 第四种情况 如果老年人合并有糖尿病 心理衰竭 慢性肾功能不全 患有蛋白尿等患者 最好能控制在130、80毫米拱柱以下 第五种情况 如果老年人合并有冠心病 只要能够耐受 也必须控制在最好130、80毫米拱柱以下 但必须保证低压在60毫米拱柱以上 因为低压水平是冠状动脉供血的保证 冠状动脉在心脏舒张的时候 依靠舒张压来维持冠脉充盈 当舒张压严重偏低的时候呢 会影响冠脉供血 诱发心脚痛 甚至心肌梗死的发生 严重主动脉关闭不全的患者 低压会很低 并且呢会经常出现心脚痛的症状 第六种情况 老年人如果合并脑梗色恢复期 需要控制在最好140、90毫米拱柱以下 超过65岁的脑梗色的患者 血压呢也要控制在150、90毫米拱柱左右 脑出血的患者当然也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过高的血压会增加脑出血的复发率 研究表明 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对健康都不利 最理想的血压水平呢 在125、75毫米拱柱左右 当血压持续升高时 心血管的并发症就会增多 当血压过低的时候呢 同样会增加脑缺血的风险 所以大家对照自己的血压情况 按照自己的年龄段以及自身的状况 看看血压是否在合理水平 老年人高血压的降压要缓慢、平稳 避免波动过大 药物的选择上多数需要小剂量联合用药 能够起到协同治疗的效果 外面造影发现血管斑块 怎样确定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呢 治疗有何区别呢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血管斑块由软斑块和硬斑块之分 两者的性质不同 治疗方案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区分血管斑块的性质呢 咱们做血管造影的时候呢 有的人还没有用造影剂 单纯从透视上就能看到隐约的血管影子 这就是血管的概化 有概化一般说明血管老化比较严重 多数属于硬斑块性质 但也不能绝对 需要根据造影的情况 甚至通过血管内的超声影像来进一步明确 软斑块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斑块不够稳定 斑块的表面会形成溃疡和血栓 这个血栓附着在血管内腔 随时会有脱落的可能性 这种软斑块是引起关心病心脚痛反复发作 甚至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病因所在 软斑块不一定会造成血管严重的狭窄 但是随时会出现破溃抖色血管 因此呢这种斑块是不稳定斑块 风险较高 需要强化治疗 第二时通过手术或者心脏支架进行治疗 和软斑块相比 硬斑块呢就比较稳定 斑块的表面比较厚 可能会有钙化 没有血栓的形成 表面呢也没有溃疡等存在 这种斑块如果狭窄超过50%以上 会在劳累的时候出现心脚痛的症状 这种症状属于劳累型心脚痛 属于稳定型心脚痛的范畴 硬斑块的治疗可以药物治疗 只要斑块稳定 防止斑块增生和破裂 就能保持病情长期稳定 无论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 都需要进行积极治疗 除了软斑块的特殊治疗之外 常规的治疗方案也十分必要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调整 这是贯穿所有心血管病治疗的始终 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合理的饮食控制 规律的运动锻炼 戒烟戒酒等 更有利于临床指标的控制 其次是他听力药物的应用 对于软斑块需要强化降脂治疗 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控制在1.4毫模每升以下 多数选用强效的他听类 如阿托伐他听或者瑞士伐他听 如果不达标 可以加一折脉部 甚至联合PCSK9一致剂 第三要用阿斯匹林等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防止血栓的形成 第四要定期检查 把血压控制在130-180毫米拱柱以下 保证低压在60毫米拱柱以上 控制好血脂血糖的水平 定期评估颈动脉斑块进展的程度 能够间接反应降脂治疗的效果 冠脉噪影血管正常 但总是心慌胸脉不舒服 有六种原因需要排除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不管年龄大小 咱们经常会感到心慌胸闷的表现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发生率更高 有些心慌胸闷和机体的功能有关 通过自身的调节 完全可以恢复正常 最常见的心慌胸闷 鉴于观心病 当心肌缺血时 就会出现胸闷不适 伴有交感神经兴奋 出现心跳加速 心慌症状比较明显 但有的人怀疑观心病 进行了灌脉噪影检查 却发现血管正常 没有狭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心慌胸闷呢 根据临床的经验 如果反复出现心慌胸闷 灌脉噪影又正常 这时需要注意排除以下六种常见的疾病 一是心脏本身的疾病 灌脏动脉噪影正常 但并不是完全排除观心病 心脏的血管呢 就像一棵 智繁叶茂的大树一样 整棵树的营养供应 都来自于根部 心脏的大血管呢 是从大血管 分出灌脏动脉 相当于树的根部 然后呢 再分出左灌和右灌脏动脉 然后再分出很多细小的分支 最后形成微血管 咱们做灌脏动脉噪影 所能看到的 只是主干和大的分支部分 对细小的血管 以及大量的毛细血管 是无法看到的 也就是说 大的灌脏动脉正常 不等于灌脏动脉没有问题 我们噪影的时候呢 发现有的人 灌脏动脉血流很慢 这就说明 它的细小血管 和毛细血管网功能很差 同样会引起心肌缺血的现象 这种情况 医学上呢 称为微循环障碍 所以对于部分老年人 会有糖尿病的患者 特别是女性患者 如果经常出现心慌 胸闷 心电图检查呢 有缺血表现 要考虑微循环障碍的可能性 除了灌脏动脉血管的病变以外 像各种心率失常 防颤 枣薄 心动过速等 都会因为心跳的加快 而出现心慌凶闷的症状 第二点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有的年轻人呢 经常心慌凶闷 伴有失眠 焦虑 有时呢 头昏 出汗等 心电图等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时 建议呢 找医生 就诊一下 排除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可能性 第三是肺部疾病 有的人出现心慌凶闷 经过检查后排除了心血管疾病 需要进一步检查肺部的情况 有的人呢 与过敏有关 伴有咳嗽 气到反应性高 稍微受凉刺激等 就会出现胸闷 心慌 伴有咳喘 需要排除变硬性哮喘的可能性 第四 更年期 有的中年女性出现心慌 胸闷 经常出汗 伴有烦躁不安 情绪波动大 资料表明 更年期的女性 有28.9% 有假性心脚痛 这类人呢 用心血管药物无效 而灌脉噪影呢 也是正常 需要考虑更年期的可能性 第五 贫血 贫血的人也会出现心慌凶闷 由于血红蛋白 它携带痒的能力下降 会出现心跳加快 严重的贫血患者 还会有心脚痛的发作 心电图也有心肌缺血 容易造成误诊 我呢 曾经对多名消化到出血的患者 进行过跟踪调查 发现他们的出血 急性期 有的人出现心脚痛 心电图呢 缺血前后变化比较明显 所以 对于经常胸闷心慌的人 尤其是月经量较大的女性 建议检查一下 是否有贫血的存在 第六 就是假抗 假抗的患者呢 会出现心跳加速 伴有心慌胸闷的表现 临床诊断并不困难 总之 对经常出现心慌胸闷的人 在考虑冠心病诊断的同时 也要注意 是否有以上常见的疾病存在 避免走弯路造成误诊 如果怀疑冠心病 冠状动脉噪影和冠脉CT 如何进行选择呢 各有哪些利弊 听听医生讲清楚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咱们去医院看病 如果医生怀疑有冠心病 那么 该怎样检查才更加合理呢 作为心血管医生 告诉您常规检查的思路 以及不同检查的方法的利弊 咱们先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分析一下其中存在的问题 病例一 患者30岁 自诉胸闷不适 经常发作 为振发性 心电图等常规检查都正常 平时也没有不良嗜好 有位医生怀疑他关心病 给他做了血管造影 结果发现血管完全正常 病例二 患者68岁 平时高血压 糖尿病多年 近半年经常胸闷 医生考虑他关心病 医生建议他 做灌脉造影 患者因为害怕而拒绝 接受了血管CT的检查 结果发现 冠状动脉严重狭窄 需要进一步灌脉造影检查 并且治疗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病例一 不该做灌脉造影 因为他的关心病 可能性很小 首先需要 简单无创地进行检查 病例二 关心病的风险很高 并且患者有明显的胸妹发作 考虑 灌脉动脉 血管会有严重的病变 选择CT检查 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金钱 对健康不利 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灌脉动脉造影 既能明确诊断 还能够进一步 接受治疗 所以 关心病的检查 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有选择的进行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会遇到不同的患者 同样是胸部不适 考虑关心病的可能性 也完全不同 作为患者 我们可以自己 对关心病的风险 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一看危险因素 可以这样认为 如果你经常不注意生活方式 经常抽烟喝酒 饮食从来不节制 经常熬夜 精神压力大 或者有关心病的家族时 年龄在大于60岁以上 那么 一旦出现典型的心脚痛症状 关心病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平时上述的因素很少 并且比较年轻 关心病的风险就很低 二看 症状是否典型 对于有关心病危险因素的人来说 如果出现典型的心前驱的症状 表现为压迫样的闷痛 持续数分钟左右 或者在劳累时容易诱发 那么 关心病心脚痛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如果心前驱像针刺一样的疼痛 持续只有几秒钟 或者呢 持续时间较长的酸痛 一般都不是心脚痛 三看 常规检查 如果经常检查发现 自己的血脂很高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总是超过4.6毫毛每身 或者血糖控制很差 合并高血压等 这类人群关心病的可能性较大 对于风险较高的人群 有典型的关心病的表现 既然高度怀疑关心病 医生判断 冠状动脉血管狭窄至少50%以上 那么 建议这类人群做冠脉噪影检查 这是诊断关心病的经标准 如果发现病变可疑的话 还可以进行 灌脉内超声检查明确 能够发现 灌脉内的斑块的性质 是软斑块还是钙化斑块 斑块表面有没有溃疡 会不会引起急性心肌梗死等 对严重狭窄的冠状动脉 还可以进行支架介入治疗 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 其他的检查又无法明确诊断 这样的患者建议做冠状动脉CT检查 能够简单的排除冠心病的诊断 冠状动脉CT检查和冠脉噪影检查 都是检查冠心病的常用方法 两者各有利弊 CT检查是无创 只要静脉注射噪影剂就可以进行 后者需要穿刺绕动脉等血管 属于微创检查 两者检查都需要噪影剂 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或者有潜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需要慎重选择 两者都需要吃射线 并且射线量都不小 但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冠状CT检查需要对影像进行处理 容易有误差或者违影 尤其是有钙化的病变 诊断的准确性不是很高 而冠状态造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血管 对于哪里有血管斑块 斑块的性质能够较为准确的判断 被誉为冠心病诊断的经标准 冠状态造影毕竟是微创手术 对于血管较细有弯曲畸形 或者对于经验较少的医生容易出现一定的并发症 总之,冠心病的诊断要根据具体的病情 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既能做到准确判断 又能够减少因检查带来的副作用 冠心病的朋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